OK大家好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UI动效方面 相关的一些交互知识 是吧 那么我们在这节课程当中 并不会说给大家来去具体的实现 某一个这样的一个UI动态效果 是吧 那么我们这节课 主要想给大家讲的内容 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在设计一个UI动效的时候 是吧 那么这个动效 在我们的整个UI设计当中 它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并且我们在使用这个动效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怎么用 用在哪里 并且我们是应该去注意哪些地方 是吧 那么这个是我们这节课 要给大家详细讲的一些内容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UI动效 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整个用户体验当中 它是非常能去影响我们用户的 这样的一个体验的 是吧 那么其实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目前国内的很多这种游戏的公司 或者是团队 它把我们的这个UI动效的这个岗位 它是放在了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生产线的一个下游 是吧 那么大家先来看这张图 那么这个图 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比较标准的这样的一个UI的生产线 是吧 那么首先是我们策划同学把文档给到交互 然后交互里面原型给UI 据UI同学做包装 包装好了切涂之后 然后给到我们拼接同学在引擎里面拼接在一起 是吧 然后最后把我们的拼接好的界面给到程序 来敲代码实现出来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UI的生产线 是吧 那么其实有意思的一件事呢 你会发现其实目前很多的这个一些团队 或者是一些公司呢 他把我们的这个动效的这个岗位 他是放在了我们的这个拼接的这个位置 是吧 单纯的放在这个拼接的位置 是吧 那么其实他这样的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动效的同学 他在这个时候去来给我们的界面 去做一些动态效果的时候 是吧 那么你会发现他在这个时候呢 他设计的这个这个思路呢 其实就是特别的窄 对吧 那么你会发现他其实所有的设计的这个动效的来源呢 完全是 只能取决于你的这个GUI同学设计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是什么样的 是吧 他这个动效呢 就只能做成什么样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这个动效的 这个GUI的同学呢 他在这个界面 界面设计了一排灯笼 是吧 然后呢 界面设计比如说一个小房子 然后上面有一个 比如说有个小鸟 对吧 有个小鸟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当我们的这个动效同学 这个时候他去接到这样一个界面的时候 是吧 那么你会发现他所有的动态效果都只能围绕这个GUI的同学 设计好的这个界面来进行 是吧 你比如说他这边有个灯笼 我顶多就是让这个灯笼摆两下 对吧 然后这边房檐上有一个小鸟 我让这个小鸟呢 比如说稍微动一下飞两下 是吧 或者是房子上呢 有一些什么落叶飘两下 是吧 那么所以说你会发现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动效的同学 他在这个时候 才去来介入我们的这个 整个UI的生产的流程的时候 那么你会发现这个界面的这个动效 他发挥的空间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小的是吧 他是你的这个动效什么样的 他是完全取决于你的这个UI的这个GUI的这个同学 你设计的这个界面设计成什么样 是吧 那么其实这种呢 你就会发现我们整个的这个动效呢 他就是永远就是局限 局限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空框里 是吧 那么其实一个比较正确的做法呢 其实我是更推荐大家呢 去把我们的这个动效的同学啊 在我们前期做这个交互的时候 做这个交互的这个圆形图的时候啊 我们就要拉上我们的这个动效的同学 甚至呢 你也有可能会去拉上这样的一个GUI同学啊 一起来去帮你想这样的一个 一个交互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对吧 那么这样的你会发现 你设计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圆形图呢 其实你是基于了动效和交互两个方面的东西 是吧 来一起考虑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相当于是你在设计这个前期的这个 圆形图的时候呢 你就已经考虑考虑到这个界面 他在后期他是怎么样来动的啊 这个界面他到具体是怎么样来动的 其实你是在前期的时候就应该去考虑这个问题 明白吗 那么你这样出来 你那么你这样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交互的这样的一个圆形图呢 你去给到我们的GUI同学呢 那么你会发现GUI的同学 他设计的这个界面的包装呢 他不单单的是围绕你的交互方面 同时呢他也要去兼顾到动效方面 明白吧 哎那么这个时候 当我们的这个GUI同学啊 把我们的这个界面啊 比如说给他做完包装了之后 是吧 然后再去给到我们的这个拼接同学 然后再去来去做这个特效的啊 做这个动效的时候 哎那么你会发现你前面的方案和你后面的方案的还原的度 哎还原的度其实是特别的高的 对吧 哎尤其是在这个动效的方面 明白吧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呢 其实是更推荐大家说你在我们在前期做这个交互稿的时候 哎做这个原型图的时候呢 就要叫上我们这样的一个动效同学啊 来去帮你一起来去考虑这个原型图的一些 哎这样的一个方案 哎那么其实话说回来啊 那么为什么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团队或者公司 把我们的这个动效这个岗位 放在一个比较偏下游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呢 哎那么其实可以间接的 其实说明了就是在这个团队当 在这个团队当中呢 他们认为动效哎 UI的这样的一个动效 他误以为他是等于动画 明白吗 哎他没有意识到 UI动效和动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在哪里 明白吗 哎什么是动画呢 就是好看呗啊 帅明白吗 哎他们认为这个 UI动效呢 啊就是让你的这个界面狂啊 狂霸酷帅表就可以了 明白吗 哎那么这种呢 就是说典型的就是他们没有把这个 UI动效和动画的这个区别 哎拉开OK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UI动效啊和这个动画之间啊 他具体是有哪些这样的一些区别 哎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动画是吧 哎那么其实动画片大家小的时候已经都非常喜欢看对吧 哎每天晚上坐在这个电视机旁啊就等着这个啊 重量六放这个动画片 是吧哎那么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看这个动画片呢 啊那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说白了就是啊好看呗啊开心 对吧哎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动画呢 他给人的这样的一个最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干嘛呢 哎就是用来享受和娱乐的 对吧哎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UI他的最大的用途是什么呢 哎那么其实你会发现UI他只是来帮助我们用户啊 去帮助我们用户来去完成某一个任务啊 或者是某一件事对吧 哎你比如说我想去升个级啊 是吧我得操作一下界面然后点升级对吧 哎所以说呢我们的UI呢 他是最主要它的最大的作用呢啊 是来帮助我们的用户完成某一件任务啊 或者是某一件事是吧 哎那么啊重点来了啊 那么我们的动效UI的动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哎UI的动效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呢 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用户更加高效的来去完成我们的这个任务 明白吗哎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辅助 哎那么所以说呢啊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UI动效和这个动画之间的最大的一个区别之一 明白吗哎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呢啊 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在说这个动画是吧 哎那么我们以前在看这个动画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发现我们的这个看动画的时候是吧 只需要我们去看 对吧哎它不需要我们有任何操作 你只要在这看就可以了 对吧哎那么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看的这个动作呢 其实你会发现所有的信息都是这个电视的屏幕这个动画片 他单向传递给你的一些信息 对吧哎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动画 他与这个用户哎他的这个交流方式呢 是这种单向输出的形式 明白吧哎是单向输出的形式 什么哎那么我们的UI呢和我们的这个用户 他的交流的方式呢 哎就是这种互动的形式啊 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想去完成某一件事 是吧哎那么晚上完成某一件事呢 我就必须得去操作自己主观的去操作这个界面 是吧然后界面再给我一个反馈 给用户一个反馈 然后用户我再继续操作下一步 对吧哎它是一个这种互动的形式 是吧哎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UI和我们的这个动画之间的一个 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 就是我们的UI动效呢 它是互动形式的 明白吗哎包括这个UI界面 明白了哎那么我们的这个动画呢 它是这种单向输出形式的 是吧哎并且呢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的动画你你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用户呢 长时间的在这里观看和理解的 对吧哎我们以前看过动画片 可能一个做就能做做半个点 对吧哎那么我们的UI动效呢 和我们的UI呢它是不允许我们的用户 不允许消耗我们用户过长的这样的一些 哎时间的一些成本的 明白吧哎那么这些呢啊都是我们UI和UI动效呢 和与这个动画之间一个最大的几个区别 OK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UI动效啊 它应用在我们实际的UI设计当中呢啊 它具体会有哪些这样的一些作用 是吧哎那么大家先来看这张图 哎那么UI动效呢啊 它应用在我们的这个界面当中呢 它其实最主要的两个作用呢 一个就是这个功能性 是吧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表现性 是吧哎它主要是分成这两大块 明白吧哎那么我们无论是你在 我们在做这个UI设计 无论你是在做是动效啊还是交互啊 还是视觉无论是哪一块 哎那么它的这个功能性永远是高于它的表现性的 明白吧哎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一点 哎你比如说像这个功能性呢啊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动效呢 哎它就可以很好的去帮助用户来去理解 你的这个界面的上面的一些空间的这样的一些结构 明白吧哎或者是理解你这个帮助你去理解这个框架结构 明白吧哎那么这个我稍后具体会给大家来讲 是吧哎那么还有呢它是我们的动效呢 哎它会帮助你去做一些功能指引呢 哎或者是弱化一些隔断感是吧哎那么这个隔断感是什么意思啊 不懂的同学可以去翻翻前几节课 哎讲这个情感设计的时候呢 我已经给大家很详细的讲过这个隔断感是什么意思了 对吧哎那么这个呢都是它的一些在这个功能性上面的一些表现 是吧哎它的一些作用是吧 哎那么它在表现性上面的一些作用呢啊 你大体上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一种是视觉表现啊 还有一种呢可以给它理解成是这种情感表现 是吧哎那么当然这两种情感是可以就是包换在一起来去进行设计的 哎只不过是你的这个表现呢啊是更重视视觉 就是狂骂扑帅表一点啊 还是说更注重一个情感的一种一种传递 哎那么这些呢啊我们都可以给它统称为这个叫表现性 明白吧哎那么其实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呢啊 我们在设计这样的一个动效的时候 哎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在考虑我们的这个动效 哎怎么才能取到我们这个功能性和表现性这样的一个 哎中间值是吧哎就是这个紫色的部分 明白吧哎那么这样你设计出来这个动效呢啊 它既能看着哎还挺好看是吧 而且呢它也能兼顾我们的一些功能上面的一些需求 明白吧哎那么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在设计动效里面 经常会花时间需要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OK我们先来看我们动效在功能性里面啊 它的第一个作用啊就是理解我们的这个帮助用户来理解我们的这个界面结构 是吧哎什么意思呢啊其实说白了呢就是我们要告诉用户通过动效的方式告诉用户你的这个界面啊你的这个界面是啊你的从哪来啊啊你要到哪去 哎要告诉用户你的这个界面啊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啊是吧然后你要滚到哪里去 明白吗哎那么界面呢从哪来到哪去呢啊是是帮助用户来熟悉的这个空间结构呢啊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明白吗哎就是一定要 告诉你的这个用户你的这个界面啊是从哪来到哪去是吧哎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动效的表达一个方式啊比如说你这样的一个界面啊你这样的一个框体你这个界面是不是从这面冒出来的啊给界面滚出去的 明白吗哎那你这个要交代清楚是吧或者是你是这个界面你是点完比如说这边点个按钮啊给界面冒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界面明白吗然后他又从这个地方又收进去 明白吗哎这个就是要交代你的这个界面是从哪来到哪去哎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呢啊他就是可以 快速的传递给用户来在他的心里面啊潜意识的很快速的形成这样的一个框架结构传递这个结构的时候我们所应用的这个动效呢 哎所应用的这个动效呢我们这个地方是需要大家来去注意的我们设计的这个动效啊它是属于这种包含关系型的动效呢还是这种平级关系型的动效 明白吧哎那么这个呢其实是这个里面是需要大家来去注意的一个地方是吧哎那么什么是包含关系的动效呢 哎你比如说像这个A界面到这个B界面是吧哎那么他两个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哎关系呢是属于这种进和出的这种关系 明白吧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直白一点啊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从这个主角系统啊进到这个静脉 明白吧哎那么这个呢比如说从角色然后进到静脉那么这个就是进 明白吧这个是A这个是B那么这个就是进进的关系 明白吧哎那么从B退到A呢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出的关系 明白吧哎反过来就是退到从我们的静脉二级界面的退到这个一级界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进出关系是吧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是用这种包含关系的动效 先给大家来看一张图啊大家来看一下什么样的 那大家来看这个动效啊你看这是他一个符文界面这样的一个进场和出场 是吧哎那么这种呢其实他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进和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明白吧哎那么这种动效呢我们可以管他叫这种包含关系的动效 明白吧哎那么这个呢他是应用在一个系统里面是吧哎一个界面里面 是吧那么我们再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个他应用在整个哎一个多个系统之间这样的一个包含关系 这样的一个动效是吧给大家来看一个哎那么这个案例呢是这个一个非人学院这个手游里面的一个界面系统 是吧哎那么大家来一会儿来看他的这个手机的这个系统里面 是吧哎从进到这个手机啊从进然后一直到后面他这个退出进到一个系统里面 然后到最后他出你看他整个这样的一套动画 哎大家来看一下 那这个是进从手机里面进到这样一个界面啊进到商城 啊这是在这个系统里面 是吧看然后这回呢是退出去 看是吧哎他点这个手机的时候呢啊是吧他说他拉开这样的一个手机这样的一个面板 是吧哎那么这个呢是进到一个二级 从这个啊这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主分页然后进到这样的一个二级 然后再从二级里面进到这样的一些哎这样的一个界面当中 对吧哎然后最后退出来之后你看这是他退的动画 哎他从和这个进的呢是正好相反 是吧哎先回到这个手机的这个面板 然后再回到这样的一个哎组界面 哎所以说呢啊我们的包含关系的动效呢 哎他是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进和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在里面的 没有没有哎你表达的这个动效一定要是有这种进出的这种关系在 没有吧哎那么评级的这种关系的动效呢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效果 看他选中一个之后你看旁边的这个这个界面拉开是吧 哎那么这两个页面呢他就是一个评级的这样的一个动效果度 哎那么大家再来看这张图啊 大家来看他切换下面这个分页的时候 是吧哎那么这种呢他也是一种这种评级的这种动效 看明白了吗 看他切合过去看下面的这个动 哎那么其实让你设计的这个动效呢啊他是具有包含关系的还是具有评级关系是吧 哎那么其实他的表达手法其实有很多种是吧 哎那么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已经给大家讲过了这个是吧 哎那么其实大家如果想要去详细了解还有哪些方法是吧 哎那么我建议大家去听一听之前的那个课程啊 再去复习一遍就是这个技巧性转场里面 无缝界面里面的技巧性转场里面是吧 我已经给大家很详细的讲过这样的一些评级动效和这种 哎包含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哎这样的一个过场是吧 哎他是有哪些这种这样的一些表达手法 OK那么这些呢啊就是我们动效在我们UI设计里面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啊 就是可以帮助用户来去理解你的这样的一个界面结构 OK我们再来看一下动效在功能性当中啊 他的第二个作用是吧哎就是这个功能指引 哎那么在动效的表达方面呢啊 我们可以给他分成两种是吧 哎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叫强指引和这种弱指引 是吧 那么我们下来看一下什么是强的指引呢 是吧哎什么强指引呢 就是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新手教学 是吧哎比如说像这种新手教学啊 比如说像这个啊在一个界面当中出现这样的一个手指 是吧 然后他引导你比如说告诉你这个块呢 你是应该从这里啊移到这里 是吧 哎那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新手的一个教学 是吧 或者是像这个比如说像阴阳师这种啊 他是直接给你把界面其他部分给你锁死 就是不能点 是吧 哎那么他强制你是只能点屏幕的这一块 是吧 哎那么这种呢 我们可以管他叫这种叫强指引 哎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地方 是需要大家平时在设计的时候需要去注意的啊 不要让你的这个强指引的这个时长啊 这个时长过长 明白吧 哎不要不要让他的这个时长过长 尽量控制在一个比较 哎比较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内 是吧 哎那么这样呢 如果你长时间去控制这个 哎 玩家强着他去操作 按照你的这个指引来操作的话 哎 玩家会有一种那种上司主动 那个自主权的那种感受 明白吧 哎那种感受呢 会给人就是特别的那种 哎 强迫不爽的那种 那种的那种感觉 是吧 哎那么还有一种比较高级一点的啊 就是像这种弱指引哎 那么这张图呢 是这个守望先锋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结算界面 是吧 哎那么他这个里面呢 就是通过运用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动效 做了一个哎 弱指引的方式 哎是吧 来去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整体界面的这样的一个 哎阅读顺序的这样的一个指引 是吧 哎那么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啊 看看他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哎 那么大家来看这个动图啊 那么这个动图大家看的时候 你主要仔细看你的这个就是你看他这个界面通过动效的方式 哎 怎么去指引你去来阅读他的这个这个这个界面里面的这些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顺序 是吧 你看我第一个首先关注的是不是这一块 这块播放完了 我是不是眼睛就放到这个进度条 是吧 哎 那么进度条播放完了就弹出来这样的一个信息 我的关注点就是在这里 是吧 哎 然后最后呢 他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提示 宝箱 获得宝箱这样的一个提示 哎 就是说我们在给一个界面设计这样的一个动效的时候 是吧 那么我们在一个界面里面 你最想让用户先看到的 哎 或者是你在这个界面当中 这个界面当中啊 最重要的这一部分信息 比如像这种 是吧 哎 那么这种呢 他的这个动效呢 他一般是在这个界面里面的动效当中 所有的动效当中 是最后结束的 明白吗 哎 最后结束的 那么这样的最后结束的这样的一些动效呢 他是里面承载的一般的 这种元素呢 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明白吧 哎 或者呢 是一些你最想让用户首先看到的一些信息 哎 那么像这种呢 我们一般会让他在这个整个界面 这个播放动效的时候 他是最后结束的 明白吧 哎 我们再来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案例啊 哎 那么大家再来看这个案例啊 那么这个呢 他就是一个主界面 是吧 哎 一个游戏的这样的一个主界面 他也是通过我们上面给大家讲的这样的一个 哎 通过动效做了一个弱指引 是吧 哎 然后他去指引什么呢 就是指引你在这个主界面 主界面里面的这些 哎 这些小空件 是吧 哎 他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动效的一个出现的一个顺序和结束的这个时长的不同 是吧 哎 那么他呢 就能起到了一个指引你用户来去看这个界面 你是先看这里 啊 还是先看这里 然后再看这里 然后最后落点是这里 对吧 哎 他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弱指引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他实现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那大家来看这个图啊 你看他最后结束的是不是我们在一个游戏里面最核心的这一块内容 是吧 哎 你比如说探险啊 研究像这一块都是他最核心的内容 游戏的玩法核心内容 那么他这种呢 一般是给他放在一个这个界面的动效里面 他是在最后出现的 是吧 哎 那么你这样的话 你会不会发现你看这个界面的时候 哎 你最先关注的点 他们这个动效播放完之后 你的关注点完全是在这一块 是吧 哎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是我们的界面呢 进场他的动效是有序的 而且你的重要信息呢 或者是最想让用户先看到这样的一些信息 哎 他的动效呢 他的进场的结束呢 是放在最后的 明白吗 哎 他是放在最后去结束的 OK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案例啊 大家来看这张图 哎 那么这个呢 是切换分页的这样的一个动效的小案例 是吧 哎 那么这个呢 其实是需要大家平时去设计这样的一个动效指引的时候啊 需要去注意的一个小小地方 是吧 哎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比如在一个界面里面 我们要从这个A分页切换到我们的这个B分页 是吧 就是从这个A界面切换到我们的这个B分页 对吧 哎 那么我们的这个分页 他是不是才 如果你的分页 A和B分页啊 他的这个顺序呢 比如说是这种上下形式的 比如说A在这里 对吧 B在这里 那么他是不是上下形式 对吧 哎 那么我们在这个处理他分页里面的这个内容啊 他的一个过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效的方式呢 哎 我们尽量也是要用和他外面的这个轴呢 其实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的这个AB 你是这种Y轴这种上下排的 对吧 哎 那么你里面 比如从A界面里面的这个内容呢 哎 切换到B界面里面的这个分页这些内容 是吧 哎 那么他的过场的这种这种动效呢 哎 我们尽量也是要他从从上下 就是这样转的 明白吗 哎 这样去过渡的 哎 那么如果说同样的道理啊 比如说我们的分页 比如是这样的 是这种左右形式的 是吧 哎 那么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从A页切换到B页 对吧 哎 那么A页里面的这些内容和B页里面这些内容啊 他切换的方式呢 哎 最好是让他这种是左右形式的 明白吗 哎 就是要与他上面的这个呢 其实是相对应的 哎 那么给大家来看一个阿利亚 来看一下实现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啊 哎 大家注意看我去切换这个分页的时候 比如你看这是我切换左右分页 那你看他的这个里面 这个页面里面切换的这个内容是不是左右形式的 对吧 你看他是左右形式的 我是切换这个左右 哎 那么他移动的 这动效移动的方式呢 就是左右 是吧 哎 那么如果说我移动的这个 像这个左侧这个分页 它是这种歪轴的 对吧 哎 那么你看我切换的时候 这个界面切换的时候 看 他就是歪轴这样动 是吧 哎 那么这样呢 他就会可以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轴向统一 没有 哎 那么这样他是可以很好的去 哎 就是指引用户呢 你告 就是很潜意的告诉这个用户 你的这个这个界面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OK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啊 哎 那么这个里面有个地方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啊 就是我 点的这个按钮 激活的这个界面的这个按钮 它的位置在哪里 那么我们这个界面 它的这个弹开的动效呢 哎 也要说是从哪边弹出来的 哎 那么这样的啊 他会很微弱的指引这个用户呢 就是你的这个界面是从这个按钮出出来的 没有 哎 就像我们最早以前给大家讲的这样的一个究竟原则 没有 哎 还记着吗 这是我们在教教户科里面最开始给大家讲的这样的一个 哎 原则 哎 那么大家仔细来看 你看我现在点上面的这个按钮 你看他的这个界面是不是从这边 从按钮的附近这个位置拉出来的 对吧 哎 那么如果说我点下面 那你看他这个界面呢 这就是从下面这样拉上去的 对吧 哎 那么这样呢 他就是有一个就是界面的出场与按钮的位置相统一 是吧 那么其实这些呢 他都是属于我们这个在动效功能职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弱指引方面 明白吗 哎 那么其实这个弱指引呢 其实是比我们的这个强指引啊 其实他是要 哎 要去更加的去思考多一些 哎 那么再来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案例啊 那么这个案例呢 也是我之前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 是吧 哎 那么也是运用就是运用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 哎 在这个动效运用动效方面啊 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弱指引 哎 那么大家仔细的来看 当我打开这个界面的时候啊 你看看他这个界面里面的这个动效 哎 这些界面进场的这些动效 他的播放顺序 啊 这是进场 啊 这个宝箱呢 就是我们最后需要去玩家去点的这样的一个 哎 一个地方 啊 再来看一遍 啊 就这个宝箱 他是最后出现的发现没 因为整个的这个界面当中呢 只有这个宝箱是需要玩家来去主观操作的 哎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动效 宝箱呢 他的这个动效的时长呢 他一般是在最后结束的 你看吧 哎 那么这样的话 你看你这个界面你进来的时候播放完了之后 你看这样一个进场播放完了之后 哎 那么你的关注点是不是就在这一块啊 对吧 哎 那么这样呢 就是我们通过运用了刚才我们所给大家讲的这样的一个哎做了一个动效功能弱指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来去实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OK 那么这些呢啊 就是我们动效在功能性里面的第二个作用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功能指引 OK 那么我们目前说的这些啊 他都是属于在我们的这个功能性这个模块里面 是吧 哎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动效 他用在我们的这个在表现性的这个模块当中呢 他是有哪些作用的 是吧 哎 那么就是我们的哎 第三个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视觉情感表现 哎 那么在表现这一类的动效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这种动效呢可以给它分成两种来理解 是吧 哎 哪两种的一种呢 就是这种比较引人注目的这种动效 是吧 哎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动效 是吧 是不是感觉这个分法特别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功能指引里面的这个强指引和弱指引 是吧 哎 那么其实这个呢 和上面其实道理很很相似 只不过呢 我们这个地方这两块东西呢 它是用来去做表现性的 或者是一些情感表现 或者是视觉表现 明白吧 哎 那么这一类的动效呢 我们可以给它分成引人注目的动效和潜移默化的动效 是吧 哎 那么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给它看第一个啊 就是这个引人注目的动效 是吧 哎 那么像这种动效呢 它一般其实都是这种强表现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重要信息的一些比如说提示啊 是吧 可以运用到一些比较引人注目的这样的一些动效 哎 那么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呢 其实这个是应用最多的啊 就是它是可以引人注目的这种动效呢 它是可以一般是放在就是我们见面开场 明白吧 哎 它是为了交代你这个界面的当前的某种状态 或者是一些界面结构 明白吧 哎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我们先来看下面这个这一套图 哎 那么其实在这个界面打开之前呢 我们就给它加入了一些这种比较引人注目的这样的一些动效过程 是吧 哎 你看它第一步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匣子 对吧 哎 一个小木匣啊 然后从这边打开 然后另一个折呢 就从这边打开 是吧 就有点像以前那个书的那个那个折子 是吧 哎 你看它朝这边打开 然后这个木板朝这边开 对吧 然后呢 展开这样的一个平面呢 然后我们下面的里面的这些风景啊 就是一个一个从这个像一个纸一样 是吧 哎 一个一个这样的立起来 对吧 哎 然后最后呢 我们的宝箱呢 就从这个中间的这个洞里面就直接蹦出来 对吧 哎 那么在你这个界面还没有真正的完全展开的时候 我就已经给用户交代清楚你的这个界面是怎么来的 哎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呢 它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的用户呢 在打开这个界面的时候 是吧 哎 它会让你用户有一种感觉 就是他能知道你的这些元素 界面当中的这些元素呢 哎 都不是就是胡乱的这样的出来的 没有 它是有一定逻辑的 没有 但是这个逻辑是我们去 去给予用户的 明白吧 哎 那么这样的可以强调你这个界面的这样的一个合理性 明白吧 哎 所以说呢 我们是在这个界面的开场的之前呢 我们就要去给他 一般的啊 会给他去加入加入这种比较引人注目的这样的一个动效 哎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为了交代你这个界面的合理性 明白吧 哎 那么我再来给大家看一遍这个视频啊 那大家再来看一遍 看 他一开始就是交代清楚了 是一个 从一个匣子里面 你看这样蹦出来的 对吧 你看一个匣子这样展过来 然后这边的展过去 然后你看他界面当中里面的这些元素呢 都是平地像一个片一样这样起来 是吧 哎 然后最后宝箱呢 是从这个界面的这个中间这个洞里面啊 地下这样蹦出来的 是吧 那么这样呢 就是你这个用户看到你这个界面的时候呢 他首先一打眼的时候 他就知道这些所有的元素这样的一个 哎 他是怎么来的 能明白吗 他是强调这样的一个界面结构和一个合理性 哎 那么同样的道理啊 我再来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案例啊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之前给一个项目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界面 是吧 除了这个主分印呢 他可以去稍微漂两下 但是也不明显 是吧 哎 那么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界面 他一进场的时候 他没有一个就是能 能引人注目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吧 就像你这个人呢 一下一瞬间进到了某种状态 明白吧 哎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之前呢 我给他在前面呢 在这个界面开场之前 给他加了这样的一个门 是吧 那么这个界面一打开的时候 这个门呢 他就会 你看一开始是关闭的 对吧 哎 进到拍卖行里面 这个门就打开 然后直接显示出来我们这个界面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实现出来的效果 看看他一个界面打开的时候 是吧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说了 是吧 那么这种动向呢 他一般是这种强表现的 或者是重要信息的提示 然后或者呢 他是用来交代某种这种 界面的一种状态 或者是结构 是吧 就像刚才我们给大家说的 这种开场 界面的开场 是吧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种啊 就是我们的这种 潜移默化的动向 是吧 那么其实这种动向呢 他和我们的这种 引人注目的动向呢 他正好相反 是吧 那么他一般表现出来 这种动向的形式呢 一般都是这种弱表现 是吧 就是那种 就是你可能甚至来说 他是你是感觉不到 他的存在的 明白吧 但是其实他是在动的 明白吗 那么这种动向呢 我们一般是拥有在 比如说一些 见面的一种小情感设计 会比较多一点 那么大家来看这个动图 是吧 你看他的当他的这个 在相册里面 把他这个图片 向下拉的时候 是吧 你看到后面的这个背景 是不是就逐渐 做了一个这种 一个见影的 这样的一个动向 是吧 那么这种其实你会发现 你把这个图片 拉一下的时候 后面的这个效果呢 其实你并不会感觉 它是存在的 没有 那么这种就是一个 比较好的 这样的一个小的 这样的一个小情感设计 他就是运用了这样的一个 浅荧幕化的 这样的一个动向效果 是吧 那么再来给大家看 另外一个 那么大家再来看 这个QQ里面 这个案例 大家先来看一下效果 注意看他上面的这一块 下来了 对吧 你看他当他这个 整个列表晚上拉的时候 他是不是固定在这个位置 是吧 那么其实有很多用户 他其实并不会注意到 这边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动向变化 没有 那么其实这种 他就是一个 比较浅一幕化的 这样的一个小设计 是吧 一个情感类的 这样的一个小设计 那么同样的效果 像淘宝的这个里面 他也是有应用到 这样的一个做法 大家仔细来看 看 当他这个 整个的这个页面 晚上刷的时候 你看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看 是不是他这一块 就会固定在这里 是吧 再来看一下 你看当我又滑回来的时候 你看他又下来了 是吧 那么这些呢 他都是运用了 我们这样的一个 潜一幕化的动向 来做的这样的一些 小情感设计 是吧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还有一个新的东西 要给大家来去普及一下 就是这个 白噪音的动向设计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白噪音是什么意思吗 那么其实我通俗一点来讲 就是说 就是说你自己没有意识到 这个噪音的存在 但是呢 这个噪音 它其实是一直就是在这 一直在这存在的 明白吗 那么这种呢 它就叫白噪音 我说的是比较直白一点 大家还不理解 可以去 去那个摆渡一下 看看这个白噪音是什么意思 是吧 那你比如说就像是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像这个 你在一个野外 是吧 你躺在一个草地上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感觉旁边也没有车辆 也没有嘈杂声 是吧 那么你是不是感觉你当前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清静 对吧 很静 但其实呢 其实你会发现 比如旁边它有河流 对吧 它有流水的声音 那么鸟 就是天上这个鸟呢 它有鸟叫的声音 树叶呢 有风吹的声音 是吧 那么其实这些呢 其实它这些声音 它一直都是存在的 因为它一直都是存在 哪怕你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哪怕是旁边一点声音没有 那么其实它也是有声音的 因为世界上 它是绝对不存在 完全绝对静止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一个一种状态 一种空间 明白吧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白照应的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是一直存在在 存在在我们的这个身边的 只不过呢 是我们没有意识到 明白吧 那么其实我们做界面里面的 这个动效表现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 我们的这个通过 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动效 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界面呢 达到这样的一种 白照应的状态 因为我们可以理解 这种白照应呢 它其实可以是代表一种 比较自然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这个界面呢 它是能达到一季来的时候 它让你这个界面呢 是有一种这种 让人有一种这种呼吸感 明白吗 这种呼吸感呢 就会让人感觉是这种 你的界面是处于这种活的状态 没有吧 还是处于这种自然的状态 明白吧 那么这种呢 是我们所谓的 想追求这样的一个界面的 白照应状态 明白吧 那么实际又给大家看下 是什么意思啊 在我们的实际的界面当中 是吧 这个呢 是我之前给一个项目 做的这样的一个游历界面 是吧 那么这个界面里面 我做之前设计的时候 想表达 就是它是在一个 在一个丛林里面 是吧 所以说你看后面 我们设计了 就是这样的一些树 对吧 然后呢 你看像这个树呢 里面你经常会遇到 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奇遇啊 是吧 就是代表这种有故事性的一些东西 比如这边有个风筝 是吧 漂一漂就挂在这个地方了 是吧 后面还有这些牵引线啊 上面当当中 把这个牵引线呢 当成我们的这个分叶 对吧 那么游历呢 就是有这个 就是人游历这个江湖的感觉 所以说下面呢 设计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核 是吧 那么其实这个核呢 其实就是一个进度条 明白吧 那么你看这个船上呢 这个核上上面 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小人 是吧 小古侠 这样的一个小人 对吧 那么这个小人呢 他就是下面这个进度条 这个船 就是往前走 是吧 那么下面进度条 就是代表着 就是你往前游历游历 明白吧 那么你游历到 每一个点的时候呢 就可以去领这样的一个奖励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界面设计好 想给他去加入一些动效效果的时候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区分开 在这个界面里面 哪一些是功能类的动效 是吧 那么还有一种呢 其实是这种表现性的动效 对吧 那么表现性里面呢 我们就要是刚才我们给大家讲的 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动效 它是属于在哪一块 就让我们的界面呢 怎么样去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白平衡 这样的一个白噪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第一步要去在这个界面里面去找 哪些动效呢 是和功能相关的 那么我们首先就知道就是 你看像这个分页 这个没跑了 对吧 这肯定是功能性的 对吧 那么所以说它这一块动起来呢 其实你要考虑它的功能性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吧 包括这个面板里面 像这个几个板 代表了这个里面可以去玩的一些玩法 对吧 那么所以说这一块它也是和功能相关的 对吧 这一块也是 那么还有呢 就是下面的这一块 对吧 下面的这一块 那么这个人呢 它是纯表现的 对吧 那么下面的这个核 它是不是进度条 是吧 只不过我是换了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 明白吧 包括像它的这几个宝箱 这些都是属于和功能类相关的 这样的一些动效表现 明白吧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块 给这些元素去设计动效的时候 我们要去考虑它的功能性 首先要考虑它的功能性 明白吧 那么像剩下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界面里面 比如像这种 你比如说像这个风筝 是吧 然后后面的这些树 然后包括这个飘带 铃铛 你看这些树 是吧 然后包括这个云 是吧 包括下面的这个河流 是吧 这个河流它流动的时候 它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动态效果 是吧 那么像这些地方 它就是属于我们这种纯表现类的这样的一些动效 明白吧 那么像这种动效 它就是往往就是最能去用来去做我们界面的这样的一个 白照 使我们的界面做白噪音的这种状态 是吧 那么就像界面的这些地方的都都是特别适合去做一些这种比较浅荧幕画的这样的一些动效 是吧 你比如说像你看我给他理出来之后呢 你看像界面标出来的这些点是吧 都是可以去用来去做成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的包括这个人物后面这个条带 对吧 都是可以去来做这样的一些浅荧幕画的设计的 OK那么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界面最终实现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啊 OK那么大家仔细的来看这个界面里面啊 它的这些动效表现 每一块的动效表现 它都是属于我们哪一块的这样的一些动效 是吧 你看像它这种比较和功能相关的 你看它寄来的时候 你看 看它是不是动的会这种比较明显一点 最主要的就是中间的这一块 是吧 然后你看像这种其他这种纯表现性的这种 看比如像这种宝箱在这种盒上啊 稍微动一下 你看这种飘带 后面的树叶 包括这个铃铛 对吧 或者是这种风筝 没有吧 那么这样的它就会让我们的界面是处于这样的一种 就是这种白噪音的状态 明白吧 那么这样你会有没有感觉就是你是处于在像一个就像比较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明白吧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也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啊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界面里面出现了像这种比较有动感的这样动实的这样的一些元素的时候 是吧 那你像这种其实就无手了 因为它是可以垂下来嘛 对吧 那么如果说像这种比如说飘带啊 或者是比如说这种掉落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半空当中这样的一些小叶子 是吧 你比如像这种 像掉落在半空这样的一些小叶子 是吧 那么像这种东西呢 我们如果说你的界面里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话 那么我们在后期制作的时候 像这种东西呢 绝对不能让它去 就是完完全全静止在这啊 就是说必须要给它去加上一些动效 让这个东西呢能动起来 没有吧 哎那么如果说你是不加这些东西就是让他这样摆他就这样 就是这样的话 哎那么你这个界面反而会更加凸显你这个界面是一种这种死的这种状态 没有吧哎那么这个我在之前也给大家提到过 哎那么你比如说像刚才那个界面里面那个比如说飘落在半空的这样的一个叶子 是吧哎那么这种图书呢 我们在实际的就是你放在引擎里面去实现的时候加动效的时候 那么这个叶子他就不可能说是就直接停在这 明白吧哎那么你最好就是给他做一个就是位移 你看看这边上面 哎给这样抛落下来这样一个叶子 让他这样走有一个轨迹有个运动轨迹 明白吧哎或者是你比如说还有同等类型的 比如还有一些鸟 对吧像这一些活物 是吧还有这像这种云 明白吧哎那么像这种东西呢 我们就尽量的去给他去加入这样的一些动效在里面 明白让你的这个东西呢不要静止 明白吧哎因为这些东西呢像这些活物啊或者像这种特别有动感的这种东西呢 哎都会如果说让他不动的话 他反而会让你的这个界面看着更加的哎死静 明白吧他是就像有一种这种反衬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明白没 OK那么这些呢啊就是我们啊动效在这个表现性模块里面这样的一些作用 是吧OK那么我们这节课呢啊就先上到这里 明白了